然后我去的越起越觉得不对 想说哪有 我这一点商业感觉都没有 就没有什么亮灯的 就只有路灯这样 没有说那些上什么店面的什么之类的 他说哎呀妈这在哪儿啊 我就先为了开始打鼓了 过了一个 有一个店面是卖豆花的 一个阿姨在卖 我就转过去了那个巷子 就看到了我的那个地址 门牌号一对也对 完了我当时就傻眼了 我说咋办呢 这黑黑的透甜 二层透甜 旧一点的 我说哎呀妈你咋办呢 这哪有什么面管 把我吓坏了 我就骑走了 那根本就那个位置就没有 嗨大家好 我是阿丹 咋办吧都是开冈的时刻 把阿丹期间来要订阅都瞎 就是我影片这个时间呢 平常可能是七点半 然后假日的话 我可能就会挪到八点 因为大家可能吃饭相对来说晚一点 就是我还不知道 今天我有没有吃饭的影片 因为现在我还没煮呢 今天想跟大家聊天 是因为刚才联络我妈我爸 我给他买的一个这个火龙果 就是在广西 就是有那种直播 然后广西 就是现摘现摘现发那时候 我就想说给我妈我爸感受一下 红的火龙果 我就跟他们说说 我给你买火龙果了 到货的话 我说你们看着点 这样提醒他 也把我女儿就是上学期 得了那个奖状就发给他们了 然后我爸就打过来 私讯我们聊了一会儿天 我爸就听我意思 问我说我女儿放假没啊 我说放啦 今天第一天开始放假了 然后我爸就说 那没啥事的回来呗 我爸叫我没啥事回来呗 哎呀我忍住了 我没说就说 哎呀对呀我要回去了 没说 我就一直想说给他们个惊喜 我就没讲 我说那我女儿自己回去啊 我说我回去不啊 然后我爸就笑 那他自己能回来吗 那不得你跟着一起回来吗 哎就这样啊 我是跟着一起回去的 然后我没讲 但是我知道说 我这个台中那个好朋友 因为他家里也是辽宁省的 所以他也是飞到沈阳 他前几天回去了 他跟我说 让我做好思想准备吧 就是这个飞机会延误这件事 他是因为沈阳现在没有直行嘛 所以说我们这次 可能看了机票的话 他买的是到厦门专机 真的就是第一段 然后晚点 第二段也延误 他到沈阳的时候已经是 就是他说 我等拿行李呢 他跟我联系的时候 我一看快12点了 半夜12点 上午好像是10点多的飞机吧 反正就是也是一大天的时间 然后他说 哎呀他带着他们家小孩 说累死了 然后我想说 哎呀晚上12点 我说如果到的话 然后我再叫计程车 就是回到我家的话 回市区 可能也得要一个小时将近 那我想说太晚了 我妈我爸都快睡醒了 他们睡得早 我说那我就跟我女儿讲 我说要不然就 等到那什么吧 等到那个回沈阳那天的话 我可能先在外面 定一个住的地方 然后再回去 第二天白天了 我说我们两个 在推着行李箱再回去 要不然一回去的话 我说那一宿 我妈我爸可能也睡不好 然后别晚上给他们太多的惊吓 白天白天是不是好一点 然后我跟大家聊 就是我有人朋友问我说 但这个外送现在还送吗 晚上送 晚上我就是如果说我家里有人的话 就是我老公在家的话 我就会出去送一会儿 送个三四个小时这样 前两天的话 我跟大家讲 我没想 讲了第一天第二天遇到的状况 对不对 我给大家讲第三天 哎呀我没想到第三天就遇到了 阿旦在台湾最怕啥 阿旦在台湾 不怕什么能看见的 最怕看不见的 不知道有没有人能理解我 就是因为我在沈阳这一块 觉得说东北可能什么 跳大神的啥之类的 但是我在沈阳咱们家市区 我真的没接触过这些东西 一点都没接触过 然后也不懂 说实话我刚来台湾的时候 真的就是特别怕这些事 真的 就像那时候七月半哈 就像那个时候七月半 我还没没有没有生孩子呢 就是我老公就是他一直上轮班嘛 然后就是我跟大家讲 一点不夸张 晚上我老公洗完澡了 他要去上班了 然后我也很快就去洗澡 我老公说我 你找啥急啊 你睡觉之前洗就行啊 大概这么说 我说我要跟你去上班 为啥呢 因为有一天早上 我老公下班回来就说 小丹娜 那个厨房的那个水龙头要关好 我说还在流水啊 没关好 我说好 第二天 他再下班回来 就跟我说 小丹娜 厕所的那个 就是我们卧室有个厕所 卧室那个厕所的那个水龙头啊 也要关好啊 那个还在流水 我说嗯 好 我心里边想 完了 有人在我家玩水龙头 呆不了了 七月半那个时候 因为只要看电视 那个时候只要打开电视 那些娱乐节目啊 你是什么 康熙来了那类的 都在讲这些事 七月半呢 遇到啥啥啥啥 他们曾经拍外景 遇到什么什么之类的 又好奇想听 听了又吓得半死 我跟你讲 真的那个时候 所以突然间听到太多这种事 我觉得说完了 有人在我家玩水龙头 哎呦我天呐 我老公洗完澡上班 我也马上冲进去洗澡 洗完澡 我也我老公那一次真的啊 不带我去 我抱着大腿哭 真的我趴在地上 抱着我老公大腿哭 我也不敢说因为啥 反正就是要跟他去上班 我老公那一个月 真的没招的 呃就是后来就是 因为那时候我有在上班 呃我有在卖坚果 所以我老公真的是没办法了 就是呃我去 我下班是十点下班 其实我老公呢 也是十点上班 但就为了等我 呃我老公得去 就是接我 然后呢我把这个店都打烊 收好之后 啊我老公先请两个小时假 再跟我一起把我带去 真不夸张 那段时间真这样 我就跟大家讲说 说了这么多哈 就因为啥 就是因为我怕这些事 我跟大家讲 那天我去那个第三天送外送 你说第三天 这家伙 明明就是个新人 之前我就看到有这个粉丝朋友 给我留言说 啊晚上不要送太晚 有人遇到了 就这样 我说遇到啥了 我一听晚上啊 我就会怕 那一天我接了一个单 很偏 就是我已经骑到中立那边去了 然后我那个岛 我不认识 不知道那去哪里 反正是跟着导航走呗 已经很偏了 在高速路旁边 然后呢又没有什么商业 也没有说什么Seven便利店 什么都没有 就黑黑的 然后可能路过有 有那个 有田地啊 什么那样的道路哈 然后呢再往前面走 就是双层的那种透天 然后呢就是 他写的那个餐厅的名字的话 还很豪华 什么皇宫 什么什么面店 你知道吗 然后我去的越前越觉得不对 想说哪有 我这一点商业感觉都没有 就没有什么亮灯的哈 就只有路灯这样 没有说那些上什么店面的 什么之类的 我就说哎妈这在哪啊 我就先为开始打鼓了 过了一个 有一个店面是卖豆花的 一个阿姨在卖 我就转过去了那个巷子哈 就看到了我的那个地址 门牌号一对也对 完了我当时就傻眼了 我说咋办呢 这黑黑的 这透天 二层透天 旧一点的啊 我说哎妈咋办呢 这哪有什么面管 把我吓坏了 真的特别豪华的名字 写的日 皇宫 日式皇宫还什么 反正我忘了 哎我天哪 把我吓坏了 我就骑走了啊 那根本就那个位置就没有 我还联络人家卖家 就是定 就是定达那个客户哈 我说你取消吧 这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店 我说我拿不到你的餐 然后人家说说那个 哎那那个不好意思 我这边取消不了 我说要不要你联系一下 这个就是你们的客服 这样哈 然后就算了 我就是又绕到那个 那个豆花店去 我说阿姨 我说请问一下 这附近有这个餐厅吗 我还念给他 那阿姨说 没有啊 没有没有 没有这一间 王五说问我什么地方 因为他看着我穿那个制服 对不 那个福潘达的 我说就这个门牌号 那阿姨说 没有啊 就在后面呢 那个门牌号 我说对呀 然后我有一个粉丝朋友 他就很好 他也是做福潘达的 他有私信我 所以说 那个时候 他跟我讲说 你要在路上遇到问题呀 他说你就可以问我 他甚至说 他要过来说 要不要我带你跑一天 我说不用不用 大楼热天的 我说不好意思麻烦你 人家在台北 哎呦不好意思 我说我自己跑就行 我说有问题 我再问你 所以我当下发现 就是我找不到 这个餐厅的时候 我就马上给他打了电话 然后他就跟我解释 他说福潘达 有的时候合作了一些 就是家庭式的 他说叫中央厨房吗 什么的 就是并不是说 有店面的那一种 他说让我可以问一下 看看是不是这个方向 然后呢 我就想说 那我再过去看看 那我想说 那就再过去看一次 你知道我胆子有多小 我就拉着那个阿姨 我就挽起那个阿姨 就说阿姨你陪我去看看 我就挽着那个阿姨 跟我去看的那个店 等我在跟这个阿姨 过去的时候 那边那一间透天亮灯了 因为它是一个转角 我去的时候 它黑黑的 里面停了两辆汽车 我这回再去的时候 跟那个阿姨去的时候 它亮灯了 是什么呢 它是家庭式的那种餐厅吧 根本就没有砍棒 它可能是因为 我去的比较早 因为我离那个 我送完一单之后 离这一单比较近 可能我到的比较快 它可能还没有煮好 所以楼下灯 它根本没打开 等我再带着这个阿姨 去看的时候 它就是旁边放了一个 那个铁架 就是波浪架那种 然后呢 它门上面 就是从那个停车场 你上去嘛 门上面贴着 福盘达跟UberEase 你知道贴这么两个图标 然后呢 我就过去拿的时候 然后它可能用监控看到我 它还跟我讲话 是熊猫吗 我说是 因为我穿着制服 我说是 然后呢 我说是这个 这一份吗 他说对 我就跟他念了号码 跟他核对过 我就拿走了 把我吓死了 真的 我还以为我遇到啥奇怪的事了 你知道吗 我跟大家讲 这就是我 真的把我吓傻了 我想说 黑黑的 这透天 哪有餐厅啊 把我吓坏了 真的 不夸张 然后 我去送的时候 那一单 你们知道吗 六公里多 送过去 又是一个挺偏的 一样是没有商业 然后有小二层楼 但是我送到之后 我发现 就是那一家的话是 他们家也是做外送的 但是他们家 好歹就是那个 他们家还是一层的透天 一层的话 门口他们吊了一些灯笼 就感觉好像日式那种感觉 还吊了灯笼 我觉得说还不错 就是你能看出来 这是一间做外送的 就不像我那个那么低调 开灯才看得出来 你知道吗 就是 就只是在他们家里面贴着 哎呦 这把我吓坏 所以我就跟我老公讲说 因为那一天送到 11点左右了 可能是送的比较晚 到11点左右了 所以我回来 我就跟我老公讲 我说妈呀 我说以后不要送到那么晚 我说八九点钟 我说我就回来 而且我要跟大家讲 七月半 七月半这回可能遇不上 我要回大陆了 对不对 但七月半 我绝对绝对不会送 就是我们家平常 就是不算我送外送的话 我们家平常 七月半那个 那一个月 我们家都不出门 就是晚上 天黑之前 我们家基本就会回来了 也不会说再下去什么 什么去什么 去山上露营啊 去海边踏浪啊 什么的 这个七月半 这一整个月 我家都没有这样的活动 像我们家那个 以前都会露营啊 什么的 上山什么的 平常我都觉得还好 但七月半的话 我家真的绝对不动 我老公也觉得说 尤其是山上面 就很值得大家去敬畏 有这个尊敬的心 所以说我们家这些事情 都比较小心 七月半的话 绝对不敢 就像我 我跟你说 我长这么大一只 我公公原来 说过一句话 我公公就是 有一次 我在我婆婆家 在做饭 在厨房做饭 我公公走路又快 又没有声音 他就突然间 从我后背 我就看到他 他已经走到我后背了 你知道吗 我就哇 我就吓到叫在那边 我就 这不在 吓到叫 我就吓到叫 然后我公公 从我后面走过去的时候 我说了一句 尽大口 某大 尽大口 某大 大家都听得懂 对不对 我当时还听不懂的 后来问的我老公 就是很大一只 没有胆 真的没有 就是别人说的 你胆这么小 我说你错了 不是胆 小不小的问题 是没有 就对那些 看不到的东西 我都非常的尊敬他们 我很怕 真的 好了 那今天聊到这吧 喜欢打影片的朋友 就点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我们明天再聊 拜拜